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 林肯的演讲风格简洁而有利 几乎可以用少及时多来形容 他用短短的272个字传达了深刻的思想 只想如果他在演讲中加入一些现代的的 你如果其实已知道的 那就完全失去了那种庄重感和历史的厚重感了 在演讲中 林肯提到 我们在这里为那些为国家献身的英雄们而聚集 这句话不仅是对士兵的致敬 更是对整个国家的呼唤 他强调了自由的重要性 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国家观念 一个由人民为人民归人民的政府 这种思想在当时是颇具革命性的 简直可以说是民主的重启 有趣的是 林肯在演讲前并没有太多的准备 他甚至在演讲前的几天里和朋友们一起打猎 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即将发表的演讲会成为历史的经典 想象一下 如果他在打猎时被一只野兔下党 可能就会在演讲中提到 我们要为自由而战 也要小心野兔了 林肯的演讲不仅仅是对战争的反思 更是对团结的呼唤 在那个分裂的时代 他用自己的智慧和情感 试图将一个破碎的国家重新拼凑起来 正如他所说 这场战争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拯救联邦 更是为了实现一个新的自由 总之 林肯的演讲不仅是历史的见证 更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他提醒我们 无论在多么艰难的时刻 团结和自由始终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就像林肯所说的那样 我们必须在这里重新承诺我们的信念 希望我们在现代社会中 也能时常回顾这些智慧 继续为团结和自由而努力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女权运动的浪潮 从抗争到平等的历史进程 女权运动的历史就像一部精彩的连续剧 情节跌宕起伏 角色各具特色 还不时穿插一些幽默的插曲 让我们一起来回顾这的历史 看看女性如何从抗争走向平等 并在过程中展现出无比的智慧和勇气 首先我们得回到19世纪 当时的女性大多被视为家庭的守护者 社会对她们的期望就像一个不断重复的广告 这时候女性们开始意识到 这样的生活就像一部没有结局的肥皂剧 永远无法翻转剧本 于是像苏珊比安东尼和艾米丽 迪金森这样的女性 开始站出来要求投票权和教育权 她们的口号就像是当时的流行歌曲 脚量而有力 我们要选票 进入20世纪 女权运动的浪潮 如同海浪般汹涌而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许多女性进入了工作岗位 这让她们意识到 原来她们不仅仅是家庭的掏击主妇 还可以成为社会的超级英雄 这时候女性的抗争 不再仅仅是争取投票权 还包括平等的工作机会和薪资 想象一下 当时的女性们在工厂里工作 却还要面对你们的工作 就是回家做饭的传统观念 这简直就像是在玩一场 谁能忍耐更久的游戏 到了1960年代和1970年代 女权运动进入了第二波浪潮 这时候的女性们开始关注 性别歧视 性别角色和生育权等问题 背地 福里丹的女性的奋斗 就像是那个时代的圣经 激励了无数女性走上街头 这时候的抗议活动 就像是一场大型的派对 大家都在高喊口号 婚姻舞标语 甚至还有些人穿着女权期许 这可比现在的时尚秀 还要引人注目 随着时间的推移 女权运动的焦点 逐渐扩展到多元性别和种族平等 女性们开始意识到平等不仅仅是性别的问题 还涉及到种族 性取消和社会阶层 这时候的女权运动就像是一个大派对 大家都在分享自己的故事 互相支持 互相支持 并一起为更美好的未来而奋斗 当然这段历史并不是一帆松顺的 女权运动中也出现了不少争议和分歧 有些人认为女权运动过于激进 甚至出现了反女权的声音 这就像是一部剧情反转的电影 让人意想不到 但无论如何 女性们的抗争精神始终未变 她们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世界 听等不是一个选项 而是一个必须的目标 总结来说 女权运动的历史是一部充满勇气 智慧和幽默的故事 从抗争到平等 女性们用自己的方式改变了世界 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不仅看到了她们的坚韧 也感受到了她们的幽默 未来的路还很长 但只要我们继续携手前行 平等的梦想就一定能够实现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越战的阴影 从荣耀到反思的艰难旅程 越南战争这场被称为美国的悲剧的冲突 确实是一个充满复杂性和矛盾的历史事件 它不仅改变了越南的命运 也深刻影响了美国的社会文化和政治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场战争的阴影 以及从荣光到反思的艰难旅程 首先越南战争的开端可以追溯到冷战时期 那个时候世界被分为两大阵营 资本主义的西方和社会主义的东方 美国为了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 决定介入越南 于是数以万计的美军士兵 踏上了这片一国土地 带着拯救自由的使命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场战争的真实面貌逐渐显露出来 士兵们发现自己不仅要面对敌人 还要面对丛林、疾病和心理的重压 在这场战争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那就是士兵的幽默感 为了应对战场的压力 许多士兵开始用幽默来调侃自己的处境 比如有士兵在战斗间隙写下了越南 一个让你怀念家乡的地方 这句话虽然带着讽刺 却也反映了他们对战争的无赖 和对家乡的思念 而战争的阴影并不仅仅停留在战场上 随着战争的持续 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 开始质疑这场冲突的正当性 反战运动如火如荼 大学校园成为了抗议的前线 许多年轻人开始用音乐、艺术和文学 表达他们的反对意见 甚至连当时的流行歌曲 《Give Peace a Chance》也成为了反战的象征 战争结束后 越南的重建之路同样艰难 虽然北越最终胜利 但国家的分裂和战争带来的创伤 让人痛心 许多越南人不得不面对 失去亲人、家园被毁的现实 而在美国 越战老兵们回国后 却遭遇了冷漠和歧视 许多人在心理上承受着巨大的创伤 形成了越战综合症 但反思这段历史时 我们不禁要问 战争的代价究竟是什么 是无数年轻生命的失去 还是国家之间的仇恨 越南战争教会我们的 不仅是对战争的反思 更是对和平的真实 正如一位越战老兵所说 我们曾经以为自己是英雄 但真正的英雄 是那些在战争中失去一切 却依然选择原谅了人 所以越南战争的阴影 依然笼罩着我们 但它也促使我们思考 如何在未来避免重蹈覆辙 毕竟历史是最好的老师 而我们则是最差的学生 希望我们能在幽默中反思 在反思中前行 创造一个更加和平的未来 大家好 我是六博士 来自神秘的六度世界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一起回顾了 林肯的格底斯堡演说 女权运动的历史进程 以及越南战争的阴影 这三段历史虽然各自独立 却都承载着重要的人类智慧和精力 教会我们团结 平等与和平的重要性 首先 林肯的演讲 不仅是对战争的悼念 更是对自由与团结的坚定呼唤 通过简洁有力的语言 他展现了一个崭新的国家观念 让后人铭记于心 接着 女权运动的波澜壮阔 从抗争走向平等 女性为用她们的勇气和幽默 改变了社会的面貌 展现出不屈不挠的精神 而越南战争 则让我们反思战争带来的代价 提醒我们珍惜和平 避免重蹈覆辙 这些历史故事 不仅让我们感受到历史的厚重感 也带给我们许多幽默与反思 想象一下 如果林肯在演讲中提到野兔 或者女权运动的抗争 变成了一场时尚秀 那么我们的历史会是怎样的呢 不过历史就是历史 正是这些沉重和幽默的交织 造就了今天的我们 在此我诚挚地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分享你们对这些历史事件的看法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是否有你特别感兴趣的历史故事 或者人物 期待你们的体会与思考 让我们一起在幽默与智慧中 探索历史的深度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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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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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el the heart beat in the trunk